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在我们的身上,有一条横向的经脉,叫代脉 它属于其经斑脉之一,也是我们身体唯一一条横向的经脉 在我们的腰腹部环绕一周,像一条腰带一样 它对我们身体所有纵向的经脉,具有调节、约束、束缚的作用 如果说代脉不通的话,约束无力,很容易在我们的腰部会出现 像游泳圈一样的一圈坠肉,而且我们的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感 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简单的动作 可以帮助我们去疏通代脉,非常简单,人人都可以练 这个动作有一个名号,叫玉带缠腰 是一个专门用来疏通我们代脉的动作 经常练习,对我们盆腔、腹腔 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健 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 对于排便困难的一些朋友来说 也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朋友们可以学一下,并且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更多人受益 首先,自然站立 两脚分开 与肩同宽 我们膝关节微微弯曲 准备好了以后 我们需要做一个这样左右的扭转 那么在扭转的时候 要以我们身体的中线为轴心 然后扭转以后 两个手臂自然地甩动起来 我们的头可以保持不动 这样甩动起来之后 我们的手臂 手掌 会拍在我们的带脉上 我们最好是能够用我们的手掌 拍在我们两侧的带脉穴上 如果说拍不到也没有关系 自然就可以了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这个动作的节奏 那么每次这样做四个八拍 早晚各做一遍 注意不要在饭后立马就做 我们在饭后一到两个小时之间去做 是比较好的 这个动作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最好是双手 前面的手 拍在我们腰部一侧的带脉穴上 后面的手也要这样拍在带脉穴上 这样的一个拍打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 其实它不仅仅是拍打疏通带脉 它也起到了一个扭转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拉伸 对我们长刀系统的一个改善 也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动作还能够对我们整个盆腔 腹腔内进行一个按摩 进行一个拉伸 在中医理论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叫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 说的就是我们身体的经络 如果说经络畅通 我们的身体自然不会出现一些 疼痛 酸痛的地方 如果说出现疼痛 酸痛的地方 则说明我们的身体经络存在不通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称筋把骨操 总共三个动作 对我们全身的经络 能够起到一个促进疏通的作用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并且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受益 首先第一个动作 前臂拉伸 顶天立地 双脚打开 与肩同宽 自然站立 双手上拖至胸口的部位 开始转掌朝前 指尖朝上 往两侧推出 打开 直到与我们肩膀持平 注意 我们的手指要伸直 尽量地往上翘 然后从侧面往上举 指尖相对 直到我们的手臂 可以贴合我们的耳朵 注意 手掌的姿势保持不变 然后下落 注意在练习的时候 要保持我们身体的稳定 这个动作能够打开我们的胸腔 上背 包括我们的肋骨关节 可以拉伸肩膀 手肘 手腕 以及我们手指的各个关节 同时可以帮助我们 疏通手三阴 手三阳及肝胆经络 这个动作的要领 就是全身放松 肩膀放松 呼吸要自然 第二个动作叫疏通龙骨 我们双腿并拢 身体中正 双手在背后食指交叉 然后头往后仰 身体略微往后弯曲 将我们的肩膀 胸腹部逐一打开 打开到自己的极限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以在极限位 保持三到五秒 然后放松还原 这个动作的要领 就是要呼吸自然下沉 肩膀要放松 这个动作 能够缓解我们整个肩背部的酸痛 调整脊柱的生理曲度 可以帮助我们 疏通认多二脉和肝胆经络 同时可以帮助提升 我们身体的阳气 注意在练习的时候 手臂要用力往上 往后抬 还有一点就是 要保持我们身体的稳定 那么最后一个动作叫扭转乾坤 双腿分开 与肩同宽 脚尖尽量的平行往前 双腿打直 然后双手往两侧缓缓升起 弯曲手肘 先将我们的腰往左侧旋转 头也要往左侧转 往后看 尽量的去看我们的脚后跟 看不到也不要勉强 只需要做到自己的极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向 这样左右交替的旋转 扭转练习 这次我们看另一只脚的脚后跟 这个动作 呼吸要均匀自然 要沉肩坠肘 扭腰的时候要感受到 腰部有微微的拉伸 酸胀的感觉 注意千万不要过度 我们可以用手臂的力量 来带动身体的旋转 同时要保持我们双脚不动 保持我们下盘的一个稳定 这个动作可以畅通代脉 和我们身体前后两侧的任督二脉 包括我们身体一侧的胆筋 可以缓解我们腰背酸痛 以及我们肠刀系统的一些问题 这三个动作 每个动作我们可以24个一组 每天练习两到三组 经常练习 对我们全身经络的畅通 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学会的朋友可以每天坚持去做 最近收到了一个粉丝朋友的私信 他说他自己的眼睛最近不舒服 老是感觉到疲惫干涩 问我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来改善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到家的小方法 非常的简单 但是效果非常的好 希望朋友们学习一下 并且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受益 这个方法特别简单 大家一看就会 首先我们这个方法 在户外去练是最好的 我们可以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自然站立 全身放松 然后我们积目远眺 找到一个固定不动的物体 找好以后 先看它两到三秒 然后闭上眼睛 把自己看到的这个物体 在脑海里想象出来 想着它的影像 然后再突然睁开 再看到这个物体 这样反复的去练习 一须一时 一须一时 让影像重叠 就是这么一个锻炼的过程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大家一看就会 我们可以30到50次为一组 每天练习三组 对于保健我们的眼睛来说 非常的不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会